背着包包少年在超商里来回走动 接着左手往架上一把抓 一口气偷走好几个保险套 下一秒他又转头走回来 似乎担心拿太多会被发现 接着放下两个保险套 再换到另外一头 少年蹲下来把架上饼干顺手抓 放进包包内 最后只带着一包饼干到柜台结账 其他统统成了他的战利品 拿六个走然后放两个 还是要偷四个 现在是抓一把还放两个 我当然可以放 但画面可以看他是抓一把 抓了一把就快闪 但因为犹豫反而在画面上留下证据 或许知道超商监视器非常多 拿他没辙 少年还转身向镜头比个夜 态度嚣张 让店家气得报警处理 嫌犯吃了台风天到超商 偷东西警方调阅监视器 守住带兔一路埋伏 终于载到嫌犯 警方早知道他会实随之位 再偷一次设下陷阱 终于抓到小偷 而这少年事后才向警方坦承 台风天偷知名品牌 要价不菲的保险套 就是为了要打水球 偷了两次一共得手八个 但偷来保险套打水球 这借口让警方听了啼笑皆非 实在哭笑不得 记得刘世伟 笑卫山新北市采访报道